各位線上的同學好 我是熊老師 我們這個課程就是因應的 目前整個疫情還在蔓延當中 所以在正式解封之前 我們針對前面剛結構 大概前面四堂課的部分 給各位同學一個線上學習的一個環境 也就是因應 這個是一個在解封之前的 先前的線上課程 所以熊老師有一些共識 希望跟各位同學建立起來 讓各位同學之後 回到補習班繼續學習的時候 有更高的效率 首先在我們一開始一般的課程 大概前面四堂課的內容當中 熊老師都會帶一些 剛結構基本的概念 不管是在設計的方法的方面 或者是材料性質的方面 然後接著就會開始進到 有關於第四章 這個鋼結構鑄的相關的設計跟分析方法 因為各位同學將來在這個疫情 就是解封之後 你會回到補習班來看之前的 相關的課程的錄影帶 所以熊老師先跟同學答應 一個共識就是說 等一下在這個線上的課程當中 我會簡單的把這個鋼結構裡面 最基本的概念交代一下 那剩下沒有講到的部分 就反省各位同學就去看 我們之前去年的課程的一個內容 那當然這些內容我會挑選過 也就是說 我會講到就是希望讓你一定要了解的 需要我解說的 那如果這個東西是我認為你自己在看去年的課程 就可以理解的 我就會請各位同學 在回到補習班的時候 自己去做這個學習的這個工作 好 那所以呢 大理上來講熊老師呢 一開始先幫各位同學設定的第一個主題 就是鋼結構設計的序論 那這個序論當中啊 我們會簡單的交代一下 在開始進到這個正式鋼結構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各種構建的分析程序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的基本的概念 好 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馬上開始 當然各位同學都曉得 我們現在在台灣乃至於全球 當作是我們這個土木工程構造物 或者是當作這個建築所用的這個結構形式 大理上來講 可以分成是兩大類 第一大類呢 就是各位同學先前已經學過的鋼筋混泥土 在台灣可以是舉木到處都可見 第二種類別呢 就是所謂的鋼結構 當然也有人會說 那也有所謂的木構造之類的 不過木構造在這個台灣使用的這個 情境是比較少的 而且的相對於來講 就是相對於鋼筋混泥土 或相對於鋼結構來講 木構造量相對來講 占比也比較低 所以呢 我們大理上來講 先幫各位同學局限在兩大結構系統 那麼這個呢 各位同學在這個下半年度要開始進行到的課程 也就是所謂的鋼結構設計序論 當然各位同學是曉得的 我們這個鋼結構設計 它是在我們技師考試當中 不管是統計師 或者是結構技師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科目 所以各位同學未來有志於食物設計的話 對這樣的內容 要有這個一定程度的了解 絕對是必要的 那有些學校呢 可能就是 甚至把鋼結構設計這個科目 當作是選修 因為可能每個學校 它有不同的策略 有的可能是陸公主 有的可能是黃公主 它未必專門是走 結構設計這個層面的 所以呢 你可能在學校 也不一定有學過 總之而言呢 在這個補習班的這個課程當中啊 我們呢 就是把它當作一張白紙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會給各位同學考試必要的知識 當然在這個講解的過程當中 除了一些這個考試必要的技巧之外 也當然就是徵循著 我們台灣鋼結構設計方 規範為主的一個架構來走 所以你在完成這個課程當中 你當然也會對 未來食物當中 遇到了一些 鋼結構設計上的問題 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在鋼結構設計序論方面 我們要跟各位同學講的是 它跟我們的鋼金混凝土 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因為我們的鋼結構設計啊 目前為止 還是兩種方法並行的狀態 什麼叫兩種方法並行的狀態 也就是說 對於我們鋼結構而言 我們有兩種設計方法 一個叫做ASD 好 這個ASD呢 我們叫做熔須音力設計法 我們叫做LFD 好 那另外一個設計方法呢 我們叫做LFD 好 那LFD呢 就是所謂的極限設計法 好 也就是說 你在學鋼結構的時候 這兩種方法你都要會 跟你之前在學RC 你獨尊所謂的USD 強度設計法是不一樣的 好 那同學可能會問了 那這個熔須音力設計法 跟極限設計法 它到底它的一個架構 就是說它的差異點在什麼地方呢 那小老師呢 等一下會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來幫各位同學做說明 但是在開始說明之前 先做一個名詞上面的一個解釋 好 這個所謂的LFD極限設計法 它呢 所謂的這個英文的縮寫 在美國它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LFD 但是在台灣呢 有的教授會用LRFD 那有的教授會用LOSD 好 所以各位同學在考場裡面 你如果看到教授指定你用LRFD 或者指定你用LSD 它所指的都是極限設計法的意思 好 那各位同學在開始 踏入這個領域之前 許王老師先給各位同學一個很好的大方向 那就是說所謂的極限設計法 它幾乎就是我們在RC當中的強度設計法 利用這樣子的一個簡單的連結 各位同學對於這個方法就不會那麼的陌生 你會在我們後面講解的課程當中發現 其實它幾乎就是RC的這個東西 就是你學過那一道什麼載重因素 強度折減因素 這些概念融入在其中 只是說它可能在某些數據上 有重新的修訂過 好 那所以相對各位同學而言 你比較陌生的可能反而是ASD 容許因素設計法 因為這個東西早就已經被 鋼筋混凝土學科淘汰了 可是在鋼結構設計這個學科 其實它還活得滿開心的 那所以呢 各位同學可能在未來的實務上 你都會要跟這兩個方法打交道 所以呢 那我們等一下就舉個簡單的例子 來跟各位同學說明一下 這兩個方法主要差異在什麼地方 好 那麼我們就事不宜遲 來開展它的內容 好 首先呢 我們顧名得思議 所謂的容許因素設計法 它會環繞著容許因素這個主題來呈現 可是容許因素對各位同學而言 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怎麼說呢 你材料力學早就學過了 對 這個方法其實 你在材料力學就已經跟它有過接觸了 只是現在我們要把它具體的 用在鋼結構設計上 好 那這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開始進行容許因素設計概念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容許因素設計法 用一個簡單的式子來呈現 好 Sigma Max 用中文來講就是 在你在這個結構當中 所出現的最大引力 那這個最大的引力 怎麼樣 它不能夠超過你的容許因素 好 它要小於等 你的容許因素 好 這個地方熊老師 容許因素就是 Sigma Allowable 或者我們簡稱叫做 Sigma A 都可以 就是 A 就是 Allowable 就是容許的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容許因素 就引用各位同學在財力就學過的概念 容許因素就是標稱因素 除以安全因素 好 加兩個字 強度 好 除以安全因素 所以 容許因素設計法的主題浮現 它的重點就是安全因素的選定 好 那麼 在這個地方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標稱硬力強度 所謂的標稱就是號稱 一般來講就是 我們對各式各樣材料而言 我們必須要定出一個強度的基準 這個強度的基準 通常就是由實驗室所實驗出來的數據 那麼 對於各位同學 你不用想太多 至少對於鋼結構而言 你姑且 暫且先把它想成是降伏應力 這樣最簡單 就是降伏應力 Sigma Y 好 那當然各位同學都清楚 這個降伏應力Sigma Y 可以根據你在鋼當中所添加不同的元素的含量 比如說碳的含量高一點 碳的含量低一點 會有不同的起伏跟變化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就把鋼的降伏應力 當作是一個大家可以認為的標誌應力強度 以它來當為設計的基準 好 那緊接著 除以安全因素 那這個安全因素到底怎麼定呢 好 應該是說安全因素的定定 它會跟這個構建的重要性 以及我們人類對這個行為的了解程度 會有不同的變化跟起伏 但是各位同學如果進到鋼結構的時候 許容老師先給各位同學一個最簡單的概念 我們如果對於所謂的龍尋力設計法 它最基本的安全因素 答案就是1.67 好 1.67為代表 好 當然1.67不是唯一的值 它只是這邊的代表值 很多的安全因素都是由1.67 為一個基本的依據 好 那各位同學會發現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沒什麼複雜的 反正鋼的降伏因率我總會知道 然後或者是我在設計的時候 人家出廠的時候 這個強度證明上都會有記載 對不對 那安全因素規範也會定 定完之後我們身為祭司 我們就要去進行這一個 容許利設計法的減合 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構建當中所出現的最大因率 顯然是不能夠超過這個 這個叫做容許因率 對 你會發現安全因素就是 我們給材料強度留的餘裕 因為你會發現 我們未來在這個構建的使用上 你會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比如說 可能你這個時候 人緣來得多一點 火載重會有一些變化 或者是你的進載重 有人敲除隔間牆 或增設隔間牆 讓你的進載重也會有所變化 這些使用上 使用上各種的不確定性 必然是伴隨著封城 封險而存在 那這時候 安全因素就是一種可以 涵蓋 這些封險一個很好的方法 所以 在鋼結構當中 這樣的方法已經行之有連 而且得到認可 所以 隆尋尼設計法 依然在鋼結構當中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法 好 那講完了什麼叫做 隆尋尼設計法之後 我們就馬上進到這個 RC當中相當於強度設計法的 極限設計法 好 那稍後是等下把試寫出來 就發現 基本這兩個東西就是一樣的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一個 極限設計法 如果我們套用相關在RC當中的概念來講的話 就像是這樣子 好 挑各位的我最容易理解 RC兩 RC兩各位同學都曉得 MU嘛 MU就是 音速化彎曲 也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載重 作用在這個桿件上 然後它會產生彎曲 可是我不可以直接把這個彎曲拿來用 因為 靜載重跟火載重 它的一個這個 所謂的這個 變異性不一樣嗎 靜載重比較恆定嘛 火載重變異性比較大嘛 所以各位同學就會發現 嗯 好 拿減資量而言 哦 你可能就有靜載跟火載 哦 WD 好 好 WL 好一個就是靜載重 一個就是火載重 那 我們都曉得 最大彎曲會出現在垮度重點 這個我要跟我說的 早就了解了 好 這個就是MU 這個MU是怎麼算出來的 不是直接由靜載跟火載算出來的 你要首先先把靜載跟火載 進行各式載重 進行各式載重 考慮它的變異性 組合之下的結果 所以我們都曉得 哦 對 你把它組合起來 這個叫做 因素化均步合重 如果同時有靜載跟火載 呈現在梁上的時候 靜載就乘上1.2 而火載 就要乘上1.6 好 這裡早就很熟悉了 那老師老師 你這樣講我大概知道 就是反正我就是把 原本作用在梁上的靜載跟火載 各自根據它的變異性 來放大 當然這規範會定 相對應的 這我也知道1.2 1.6 我是熟 好 那我把這個MU算出來之後 接著呢 接著我們就把這個因素化彎曲 拿來跟構建的設計強度進行比較 好 所以這叫因素化彎曲 好 拿來跟誰比較 拿來跟設計強度進行比較 那設計強度是什麼呢 設計強度跟標稱強度有關係 換句話講 標稱強度跟我們的設計方法是沒關係的 它是實驗室做出來的 它材料是什麼 它強度就是多少 你要用什麼設計方法 關卡鳥事沒有關係啊 所以我們的設計強度顯然跟我們的標稱強度之間 還需要一個簡單的轉換 那這個溝通也很熟悉了 就是強度折減因素 我們叫設計彎曲強度 FhiN 其中FhiN 其中Fhi就是強度折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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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斷面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計算基準 把它的這個所謂的標稱彎曲強度算出來 這在RC當中各位同學都很清楚 好 以這個例子而言 如果你在量當中所產生的最大因素化彎曲 比你的設計彎曲強度還要小的時候 我們就說你這個RC2沒什麼問題 好 那這個概念可以一口氣直接移植到極限設計法 完全可以移植 因為極限設計法的概念也就是走這一套 你這樣講好像有點武斷 比如說舉個例子好了 你說這個載重組合是1.2跟1.6 近載跟火載的搭配 難道在這個剛結構當中也是這樣嗎 對 不要懷疑 鋼結構的載重組合 跟鋼金混凝土載重組合 它的這個相關的計算法是一致的 是相同的 這樣子的話各位同學學了RC在學鋼購 至少在極限設計法這個地方就有一於二吃的便利性 你就不用再另外再學習了 所以換句話講對於你而言 你必須要重新理解的 反而是右邊這個地方 對 我以前會算RC量的這個 標稱彎曲強度 那個RC量我也知道 如果是那個拉力控制 就是0.9對不對 那這個規定 好像就不能夠移植到鋼購了吧 對沒有錯 所以鋼結構在 設計彎曲強度這個地方 不管是強度折減因素 或者是所謂的標稱彎曲強度的計算 都會重新的再規定 那同學會好奇的問 那你說會重新再規定 那會規定的比較簡單還是比較難 恭喜你 它其實是比較簡單 許王老師說的我就負責 相信我 比較容易 所以從這個角度切入 各位同學就會感覺 好像鋼結構也沒什麼 對 學習一開始的切入點很重要 我們沒有必要增加 這個相關的這個專有名詞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 這個監測難筒的內涵 讓你對這個學科產生恐懼 如果單純先從這個考試的角度去切入的話 鋼結構設計確實並不困難